欢迎继续收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丽雅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与网信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 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那么孟建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他与美方都谈了些什么 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中国是否会在习近平访美期间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做出妥协 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 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一位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 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skype参加节目的讨论 欢迎两位 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好 那我们刚谈到这个孟建柱 为什么在习近平访美前期访问美国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呢 就表示习近平访美前派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 表明中国清楚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 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美国司法部去年就网络空间的活动起诉了五名中国军官 公众应该很清楚 美国和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他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 中国国家主席在访美之前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到美国来会见一系列美国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内斯特在谈到这个孟建柱访美的事还表示 就是说美国方面提出经济制裁 将对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实体和个人起到震慑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也谈到了孟建柱访美 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和美国都是互联网大国 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 具有共同力 面临共同的挑战 维护网络安全 应该成为两国合作的方面 而不是摩擦点 好 夏宇良先生我想先请教您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白宫发言人 欧内斯特对于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目的做出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中国方面是重视这个网络安全问题 所以特别派他来美国 您怎么看待孟建柱在这个时候访美 我们知道一般国家领导人这种国事访问 应该是早就事先安排 那么在他即将成行之前 还派他来谈这些跟美国各个政府的官员来会谈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肩负的重要使命 还不光是网络攻击安全问题 还有这个前一段时间疯传的这个王岐山访美 后来突然取消了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一些这个贪腐官员 尤其是掌握中共高层机密的一些贪腐官员的亲属 或者官员本身递送回国 因为这过去呢 美国跟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 所以可能是作为个案处理 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而且低层级的人是无法来谈这个问题的 一般都是习近平特别信任的 无论是王岐山还是这次他称为特使的孟建柱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重要的方面 另外肯定也会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你看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言论 以及中共过去多次的表达 你可以看出每次他们都说 中国也是网络这个攻击的受害者 然后呢每次都说好像美方没有理由的 没有证据的说中国攻击 每次都是为自己辩解 但是这次呢美方是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美方这次还不光是指责 甚至说如果要是想再不收敛的话 要采取反制的这个手段 这个反制手段大家想想美国的这个网络技术 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所以说如果美方一旦进行反制这个报复的话 我相信那中方也会受到这个真正的这种伤害 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中方如果是对外那样的掩饰自己 那也就算了 这次我想直接的私下的沟通 如果再不证实这个问题 那他就会这么自欺欺人 好 何清雷女士 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派遣 这个孟建柱到美国来谈这个四天的一个访问 我觉得刚才夏野良先生已经把这个孟建柱 反美的多重末题已经谈了 我想概括而言的话应该是三重 第一重当然就是表面上讲的这个网络安全 但是也有我也有一点疑问 因为过去的网络攻击 基本上都是这个总参三部下面的61398部队实行主攻 但是这一次带来的人中间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随缘中间 有没有那种隐蔽身份的 就是解放军的那个随缘啊 因为公安部当然是政府主管这个网络安全的部门 那么那也是名正言顺一点 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军方的那些实施主攻的人 带来一些面对面讨论 我觉得中方在这方面的诚意还是欠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两个问题 一名一案放在一起 那么明的呢就是美国要求中国接收 三万九千名在美国已经宣布驱逐出境的违法者 就是中国人啊 其中有九百名经过鉴定的是重罪犯者 那么就是中方呢这个是谈了一年多 表面上答应了 但是迟迟没有准备这个引渡需要的文件 大概在这个废谈之前的不久 中方说准备了大概三十多个到五十个的文件 准备这一次习近平反美的时候带来 那么这个梦见三万九千跟这个五十多个那么差别太大了 这是要也是准备列上一时日程的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 就是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 大家都知道这个令完成的重要性 由于这个他的哥哥令计划是大内主管中办主任啊 也就是中办主任 咱们很多核心国家机密 那么中方也宣布他窃取了这些 非法获取了这些机密 令完成带出来了 而且美国的情报官员也通过这个 《纽约时报》示范了这个信息 说如果接受令完成避难 兼成为中美情报实战一个特大的案例啊 所以中方的确实是担心 应该说梦见组的主要目的就是这里 好你接着说 但是我认为了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的话 那么其他的也不是很那个啊 就是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一次中双和美方公布这个 梦见组反美的结果的时候 调门是不一样的 那个美国白宫的简报上 只是说双方就这些问题 进入了深入的那个探讨 就是中方就说达成了共识 但是呢美方没有这样说 是 其实很难达成共识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他在谈到梦见组访美的时候 的确是这么说 他就说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 执法安全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的共识 那中方所说的重要共识 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 会对美方做出一些妥协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语言上 达成共识 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网络犯罪 是一个应当制止的事情 讲这种抽象的东西大家都同意 但是讲具体的时候 如果美方指责中方攻击 那中方就不承认了 说我们还遭受美方攻击 在这方面是 我想他如果要是讲做出妥协的话 不会是这样的表述 中方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妥协的 当然他会做一些 无关要害的一些妥协 比如最近呢 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郭玉散 就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 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被放出来了 人家说这个是美方的一个妥协信号 相当于在人权问题上 做出一点表面的改善 中方向美方做出一个妥协信号 至少是一个示好的这个表示 但实际上相对于那么多被抓的 这个两百多个维权律师 还有这个有些律师被判刑的 那么严重的一些案例 他却并没有出击 是 好 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何敬礼女士分析就是认为 其实孟静祝这次来美国 其实实际除了网络安全 当然是要谈 那么另外其实还要谈 就是中国所谓这个猎狐行动 包括这个郭文贵和令完成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探讨 这些方面的话题 从而导致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中美双方对他这次访问 其实都没有做出非常多的一些报道 我们看到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 就是白宫在他结束访问的当天 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媒体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报道 中国方面也只是谈了一下 是不是这个可以解释 因为他们要谈这些 根本没有办法公开的这些 一个是没有达成真正实质性的这种进展 另一个方面是中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 他们不愿意公布这样的一些信息 尤其是像这个令完成郭文贵 掌握的一些高层的机密 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是见不得光的 不愿意说 那肯定也要求美方尽量的保持这个秘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他这次习近平来访美的时候 可能还会再触及到这些重要的敏感性的问题 好 何贤女士您刚才谈到就是说 孟建柱这次访美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 中方所要的一个预期的目标 那么从他这个访美我们来分析 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美 是不是会跟美国方面 就是他会在访美期间达成一些成果呢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觉得根据我截止今早上的信息分析了 我觉得在国事访问那个菜单上的很多事情 其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但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目的 真正目的是在于访和中美关系 而且呢这一次今天早上刚宣布的 中国带了15个大企业的CEO 就是包括那个腾信的马发腾 还有这个双肺的那个首席执行官等等啊 来这里来谈 然后就大吹特吹 这一次呢跟美国都是顶级的几企业加相费 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接受了一个建议 就是还是把这个双方的关系 放在最好沟通的经济关系上 所以我觉得重心已经在这里了 至于刚才谈的那个 孟建柱的带来的那些使命 我认为是不可能谈出结果的 你站在中方的立场上想一想 中方现在科技开发投入严重不足 也没有人才 所以这方面恰好是一个新产品 投入最多最多的一个领域 如果他不偷的话 在技术上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 所以除了美国自己采取措施 保护好 同时用这种反攻击的手段 制裁中国 希望说服中国不偷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好 谈到习近平的访美 我们我也注意到 其实美中双方对他访美这个公布 就是也有不同的处理 白宫9月15号就宣布 就是奥巴马总统将于 这个9月25日 在白宫接待 这个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宣布 就是说习近平将于9月22号至25号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么为什么美国方面不提及 习近平最开始9月22号到24号 这之间的这个访美的一个活动呢 是不是表明这个奥巴马政府 对中国在这个西雅图 举行这个高科技的峰会 这样的一种安排感到不满呢 是不是不满倒不一定能够定义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中 中方增加了很多自选项目 这个自选项目就像何清廉女士 刚才提到的一样 中方想要显示的是 这次的这个访美的经济意义 因为知道这个美国人 特别是国会啊 还是美国的选民 最关注的是对中国 这样的一个就是习要会吧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中方希望这样的给美国人一点甜头 而且跟工商界人士的一些接触 也抬高中国企业 尤其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 虽然讲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业绩并不好 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你可以看出 它想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甚至有的时候呢 让国有企业跟那个经营的特别好的私营企业 达成一种因缘 这种因缘可能是拉狼配 但是呢 它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有企业 披上一层这个光环 所以你说这个方面呢 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节目单里边 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表述 好 何欣欣女士 您怎么看待这个美中双方 对于习近平访美这个宣布 所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是双方宣布不同的处理呢 是双方的目的不一样 其实这一次呢 就是我其实一开头 就把这个菜单上的项目呢 都看了一遍 最后认为呢 应该说是中方没有什么要谈的东西 美方确实想谈很多问题 所以通过不断的通过智库 还有一些重要的人 包括那个馆长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这都是一种示范不满 给那个中国造成心理压力 这些问题其实得不到解决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就是习奥峰会割牙的话题知多少 其中呢 我一一列举去 其实就除了台湾问题上 双方可能是共思 就是台湾呢 不能闹独立 就是只能维持现状 也获得了蔡英文的显应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双方是一致的 其他的没有什么话题呢 特别一致 一个国费 美国国费过去谈的最多的 就是费率问题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国债 上一次因为费率 中国放间低这个 就是调整这个人民币费率 然后就导致人民币走低 结果一下来就是 似乎放了几千美元国债 来稳住这个人民币费率 所以这一点呢 美国才意识到 逼迫中国改变这个人民币费率机制 可能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问题呢 现在也是谈不得 那么既然谈不得 至于那个问题外贸 就是美国老师这个什么呢 有贸易赤字 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呢 是长久以来的 美国谴责点 主要就是在两点 就是这个政府补贴 搞群销 就是这样 但是中国的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中国都做不到让步 现在目前呢 经济形势这么不好 对这一块的级望很高 那么更不可能做出软步 而且中国的外贸 现在是全面下降 只有对这个美国 还有这个 少数两个国家是继续增长 对这个日本欧洲全部下降 所以这一点是谈不出什么的 最多就是美方表示不满 我觉得这一次习要费吧 大概就是双方呢 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把双方 要谈的话题全部谈出来 表达自己的意见 至于对方听不听 改不改 就是一回事啊 好 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 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先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不相信美国互联网的实力 我相信中国互联网的实力 中国的互联网的实力 是超过美国的 比如说翻墙 干扰外台 等网络概念 在中国 在共产党领导下就做得很好 美国要想让美国公民翻墙 并干扰中共的电台 根本不可能再谈孟建柱 我的问题是 抓捕高瑜 普志强等人 抓捕大批律师 是不是 孟建柱批准的 如果是孟建柱批准的 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什么呢 如果不是孟建柱批准的 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有作用吗 我的问题是 再过几年 孟建柱下台后 是否也会像周永康一样 到秦城去养老 谢谢 再见 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他前面讲的那个网络力量 我理解 它是指中国封锁网络的力量 但是从这个黑客攻击技术 还有其他的这个反攻击的技术来讲的话 美国仍然是这个领域中 世界上最强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讲到刚才说这个孟建柱访美的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刚才问得很好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们这些人来批准的 那除了孟建柱肯定还有习近平亲自默许啊 或者是私下里授权啊这种 那么这样的过去抓捕了这么多的人 习近平不可能说他完全不知道 或者完全没有表过态 这都不可能的 那么现在呢就是解铃还是还得寄铃人 对吧 那你到底谈什么他可能做表面文章 为了给你点面子可能暂时放一两个人 或者暂时这段时间不抓人 所以中国一向都是这样来对应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 如果中国满足于这种 美国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表面的文章 那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但我相信奥巴马对这个问题他已经谈了多次了 已经不是说这只给你谈谈而已了 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如果你这个再不听劝阻的话 那网络上的这种反制行动就是要展开的 是这个奥巴马的确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 那么何秦天女士您想对这个山东孔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吗 山东孔先生呢是把很多问题分在一锅主了 孟建柱这一次来的末底不是谈人权问题 他不赋有这个使命 那么中方这一次呢在所有的人权 就是被抓的这些人权人士中间 为什么单单的选择了郭于山 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资助郭于山搞NGO等 二十几个机构中间就有美国国务院 还有那个美国民主基金会 这当初公布了的 所以就算是美国一个面子 就是你资助的人我现在放出来了 他挑选性挺强 好 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 邹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认同那个前面夏天上谈到的这些因素 然后我想有另一个因素是不是 由于近段时间 中国这种想借助武力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 然后国际社会也对他的这种扩张行为日益关注 然后他想借助这个访美的机会 就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扩张这个重视 就比如说中国在那个南海 现在又修第三个这个跑道还是机场 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又那个军机舰队穿越美国那个领海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这个对国际社会造成一个威胁 然后他们来了 他们这次派特使来可能就是要消除这个威胁 然后再为这个中国武力扩张好像提供一个争取一个发展提议啊 而且这个前段时间 我关于这个在南海建设这个机场的时候 我就说过 美国一定要引起相当的重视 不能因为这个曾经派过来一个特使去消除你这个隐忧 消除你这个关注 你就把这个事放在一边了 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 谢谢山东的座先生 对对对 是就是他提到实际上说 这个中国在这个人造的岛礁上修建第三条这个飞机的跑道 您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座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是孟建柱应当讨论的问题 他不分管这个方面 但是习近平来的时候 如果三大议题里面 就是这个最近的三大议题主要是网络攻击 一个是这个南中俄海的安全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权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会提及 但是我相信这个习近平还会尽量的回避 他可能会说 我们现在不是基本上都停止了吗 都告一段落了吗 他讲这种用这种东西来敷衍 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呢 可能不是奥巴马这一任任期能够制衡的 奥巴马可以表明一种态度 但是更多的措施可能是更加强硬的立场 可能是今后的新的总统可能会表达出来 好 这个何秀林女士非常简短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分析梦见初 为什么这个时候访美的时候 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 他可能也跟美方探讨了 就是中美之间签署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的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看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国专家 就是蓝普顿教授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您觉得这个这次习要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 就是会讨论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的问题吗 我觉得整个看来不是在气氛不对 而且现在呢就是要签署联合公报 也绝对不是孟建柱这个级别 这一次美方其实对这个习近平有些要求 没有答应 比如这个国会演讲 其实是通过这个外交部试探过的 结果美方没有同意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将在国会演讲 是 是 我们看到对 关于这一点呢 我来补充一句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有的人提出说 应该让他在国会演讲 让他讲一讲这个中国现在 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不是一个好事吗 就是在这个国际公开场合 让他讲一讲他的共产主义 到底是什么样 怎么回事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多年不被提及了 他的这个教宗的访问 看那个日程安排也是蛮有意思 就是说他是在这个 你看习近平是9月25日 到华盛顿 那个教宗一直到24号 都还在华盛顿 而且当天早上是在国会发表演讲 就是甚至有种看法认为 是不是这种安排是有点故意的 就是因为教宗这个访问 会盖过 甚至会盖过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问 不管是不是有意的安排 但是至少给人们提示了一个信号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的宗教自由 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 教徒受到严重的打压 教堂被拆 十字架被拆 那个基督徒们为此而素食的这个拼搏 所以这种情况下 把教宗的这个访问 放到一个特别突出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彰显了一种信号 就是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它特别强调宗教自由 所以这个方面 如果中国在基督教这个方面 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就是这段时间的打压 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话 我相信美方也会在这个方面 不管是不是美国总统 至少美国国会 会表达出这样的一些强烈的不满 好的 那么有关孟建柱访美的话题呢 就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